他是万人敬仰的魔教少主 却在继承魔主之日被证到仙女种下了手工杀 仙女声称自己补算天道 而男人就是他这辈子命中注定的伴侣 可江赫林从小便是孤儿 因为被魔主看中其天赋后并带回魔教抚养长大 他天资聪慧令魔教很快便将少主之位传授于他 大长老每天教他文韬武略 二长老则教他武学之道 在别人快乐的童年中他苦读诗书 每天坚持八个时辰的肉体打磨 在历经一十二次大考之后 他不负众望地击败了魔教所有长老 今日神功大成的他终于得以继承教主之位 只要完成这最后的仪式 他就可以和圣女一起做最喜欢的事情 江赫林在众人期望的目光中甩去长袍 瞧着八块腹鸡针不愧是魔教之光 一时间魔教中的男女老少皆是露出爱怒之色 可就在这时天空突然一声巨响 随后一道光柱直冲江赫林塞在的机台 众人抬头望去只见天空中镜像下一位白鹤仙子 角色仙子淡然地飘落到江赫林的面前 你便是那天命之人吗 此时的江赫林还被女人绝世容颜震惊地未回过神来 见女人扑斥一笑 她立刻摆出一副战斗姿态 你是何方萧小竟敢扰乱我魔教寄人一事 正邪不两立你不知道吗 她抡起拳头冲了上去 女人面对这恐怖的一击仅是一根手指便倒得下来 她拿着手中笛子挑起江赫林的下巴 我是你命中注定的爱人 此话一出众人皆是面色大变 他们一是被女人恐怖威亚所震撼 二是因为这实力恐怖的角色仙子 竟是来找他们少主要桃花斋 女人也不管江赫林如何去想 因为是上天注定所以反对一是无用 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男人了 在没有与我共修之前不准碰任何女人 说着女人便在她手臂上种下了手工纱 切记不准粘女人 即便是肢体触碰也不可以 这不是要江赫林的老命吗 老子若是偏要粘呢 女人皱了皱眉头 随后便笑了起来 那也无妨 粘了以后顶多就不好用了 说吧她的身形变化作一团雾气消失在原地 江赫林顿时急眼了 你倒是说清楚呀怎么就不好用了 女人的声音再次从远处飘来 下次见面之时便是你我成亲之日 再见了 我的命中人 女人离开后祭坛下的众人纷纷议论四起 长老赶忙说道 方才定是正道妖孽为阻止我们魔教复兴派来的高手 一是暂缓肃请鬼衣来为少主治疗 江赫林强忍着手臂传来的剧痛站了起来 她等了18年真的不想再做江公公 大长老健壮便继续一世的决心 圣女也十分担心江赫林的身体 可真男人从不退缩 就在圣女将鲜血涂抹到她身体的瞬间 江赫林突然面色大变 圣女那绝世的容颜被江赫林一拳打成了猪头 这真的不是她故意的 而是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 望着自己那勃起的麒麟弼将赫林一脸呆着 她身为魔教少主却被正道仙女种下了手工杀 仙女声称两人乃是命中注定的爱人 只要在成亲之前 她触碰任何女人便会暴体而亡 身为魔教之光的江赫林 怎会愿意一辈子当江公公 在继任教主之位时 她不顾劝阻依旧我行我罪 哪知麒麟弼不受控制地打飞了圣女 众目睽睽下殴打圣女 造成恶劣影响令继任一世不得不葬葬下来 众长老商讨着如何才能让江赫林尽早继任 一位长老认为并无大碍 只要在隆重举办一次让教众知道就行 可大长老看着账本陷入了沉思 贫穷是他们唯一的狗 一位长老提议要不就这么算了 通知下教众就当一事完成了 众人开心地八步地早日退休 就在此时被打成猪头的圣女冲了进来 如果连一事都无法完成 还如何称之为魔教 又如何服众 诸位长老还没来得及权 圣女便一把江教令拍在了桌上 不答应她就直接辞职不干 而另一边的江赫林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她觉得自己怀着众多长老教众的期望 不过她不知道这些期望 竟是长老们都不想努力 江赫林咬了咬牙 准备弯下这块手工纱 可她修炼了十八年的神功 尽苦不如斯 匕首当场炸裂 江赫林握着拳头更自责了 自己为什么要这么 夜深人竟江赫林连做梦都是那仙子的模样 她幻想着成为魔教教主 为所欲为拥有后宫家里三千的景象 可下一秒这些女人竟告诉她 江公公你怎么不告诉我们新的教主在哪里 这声江公公让她如梦初醒 垂死病中 静坐起她赶忙低头看自己还有没有了 天亮的坤哥也开始跳舞了 她想着再找圣女试一试 可当她走出房门的瞬间 整个人都傻了 院中出现了许多貌美如花身材火辣的美女 手工纱不准碰女人 可如果用阳气是不是就能化解了 阳气旺盛的女人这个想法真不错 江赫林见她们冲过来 那脸色如同吃了翔一般恶心 她猛的一拳打去 可她惊叹地发现这样触控真的没有问题 于是她便在众人帮助下开始治疗 先用诡异调制的神药 这看着就十分好喝的汤药 江赫林竟极为不愿 在众人强行逼迫下她还是喝了下去 这次应该是没问题了 圣女走上前想要用亲吻尝试 可一溜烟江赫林就没了人影 在快要接触的瞬间 她感受到了极度的抗拒 如果这女装和吃药都不行的话 只能事事已不公布 一众大老爷们赤身来到澡堂 江赫林脑中开始幻想那幸福的画面 可结果却是在梦中也不能触碰女人 这病越来越严重没得救 不死心的江赫林在深夜跑到了圣女寝宫 圣女从小与江赫林一起长大 一颗星早已悬挂在她的身上 她回想起前任圣女说过的话 孤独钟老是圣女们的诅咒 历代教主都因为各种原因与圣女们错失良缘 远离教主远离直男 她偏偏不信这些 在她心中若是当不了江赫林的女 还有谁配得上她容貌身材和灵魂 少主你把我打成这样还有什么要说的 江赫林有些愧疚地看着女人 看在从小长大的份上 能不能换上这个让我再尝试一次 当圣女打开盒子的瞬间整个人都傻了 你现在已经变态到这种程度了 女人咬着银鸭跑到帘子后面 江赫林对着女人说道 用这羞耻的套装来亵渎你的身体实在抱歉 但我实在没办法了 安张义德请求哥哥联系 这绝美的画面实在令人响入非非 江赫林躺在床上等待圣女的到来 可就在圣女骑上去的瞬间 该来的还是来了 她身为魔教圣女暗恋自家少主多年 可就在两人即将成亲之时 仙界突然降下一位实力恐怖的仙子 并给她的男人中上了手工杀 仙界的力量根本不容她们反抗 自此圣女想尽一切办法 却依旧破不了这恶毒的责咒 这天夜里她咬牙为江赫林 穿上了如此变态的服装 可江赫林不能触碰女人的情况 还是一拳将她打飞了出去 于是魔教便召集各路奇人一时来为江赫林诊断 其中就有两位医术高超的正道老者 小小的举动却打动了两人 这个摔倒的波爸妹子是个男人 就会忍不住多看两眼 而江赫林在看到女人摔倒后 竟让自己侍女前去掺乎 老者看到了这位魔教少主眼神中的清澈正直 为了避嫌她甚至连眼神都没有落在女人身上 真是个好人啊 又是一位医师诊断无果江赫林落寞地低下了脑袋 她在被种下手工杀后拼命磨练自己的意志 非礼物听非礼物试 导致现在魔教中的所有女人都以为她成功过 而男人们见她都忍不住要说一句 少主你还没出家呀 就在江赫林心中难受之时 刚刚那名老者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江赫林已经习以为常了 她正准备让老者下去休息 可突然那老者竟告诉她见过类似的病者 当年她由立四方误打误撞闯入了修真界 后被一个美女种下了类似的恶种 好在有个恩人相助 不但清除了诅咒还重伤了那美女 我刚刚看你虽是魔教少主行为举止 却是个好人 这才将封尘多年的往事和这个东西交付于你 这是先门恩人留给我的幸运 希望少主恶咒拔除后能一如现在当得好 此话听得江赫林一愣一愣的 你这老头怎么骂我是好人呢 他毕生梦想就是要当为所欲为的魔教教主 深夜两名医师再次齐聚一试 可没想到另一名老头竟是正道派来的窝围 最近魔教四处掠夺名医已经引起正道的不满 唐老头质问他为何要助纣为女 还将那信物赠予魔教邀人助他去先门求医 老者笑了笑你真以为我老糊涂了吗 我那个恩人极恶如愁眼中柔布的沙子 魔教少主装好人但终究不是好人 我故意将先门信物交给他就能不费一兵一卒 令魔教后继无人 唐医师被震撼的无话可说 另一旁的江赫林不断尝试着正道着装 他打算下山寻找老者所说的修仙门派败事学义 学会解除手工杀就回来继续当为所欲为的魔教教主 他回想起当时那个仙子的恐怖力量还心有意境 他只有站得高了才能守护魔教 因为世俗的门派与仙门终究不是一个级别 他身为魔教少主 却莫名被仙界降下的女仙中了手工杀 从此不能碰女人的他决定找个正道门派偷试学义 等学会解除手工杀的仙法后 就回来当为所欲为的魔教教主 深夜他带着魔教第一护法逃了出来 听着阿野背包中哐当哐当的声响 江赫林忍不住赞叹到不愧是魔教第一护法 实在太专业了 这些神兵利器就是他们活着的宝藏 第二天一早江赫林便拿出仙门信物 他本以为这信物最起码能指明方向 谁知待他启动后竟是仙门的介绍广告 想修仙就来万华宗 仙门正统道书正宗 一起来跟兄弟们砍翻这乱世 所以要怎么去呢 两人黑着脸听完后依旧没有半点线索 不过看名字这万华宗必定是个仙门大派 两人决定下山问问 突然阿野拔刀向树林冲去 江赫林还以为有什么危险便追了上去 只见树林中阿野提着刚两岁半的阿伯 起锅烧油 这番行云流水的操作直接将江赫林看傻了 片刻过后一只香喷喷的烤昆便出现在他的面前 不过这还不够 再经过一番处理后喷喷的味道更香了 从始至终将赫林一言不发地傻在原地 少主我家哥哥做好了 可别溜口水啊 真不愧是魔教第一护法 出门想饿死都难 就在两人尽情享受美味之时 忽然一名满身是伤的女子窜了出来 她拿起刀就架到了脖子上 好在阿野反应够快 她抢过女人手里的太刀 并嘱咐她不要做傻事 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 女人听了这话还没来得及感动 下一秒阿野说道 还好干净 我的刀是吃饭用的别污染了她 江赫林看着女人再次劝劳 小姑娘想自杀很简单 随后她一口气给女人说了十几种自杀手段 一个比一个死得快 女人听后忍不住下哭 而作为正道之人 最基本的就是帮别人排有警案 江赫林为自己的行为点赞 女人小声问道 你们是好人吗 那必须是 在得到确认后 女人便向他们说起了自己的悲惨遭遇 半个月前魔教妖人害死了她的家人 还对她行了苟且之事 时至今日她好不容易逃出来便碰到了两人 这话别人肯定相信 不过江赫林乃是魔教少主 这段时间魔教所有人都为了她忙前忙后 根本没有多余的人派出去做了 况且他们魔教有的人连土匪都打不过 兵器什么都是生锈的 拿什么侵占一个村子 女人见两人不幸便再次说道 她逃出来支持村子所有的姑娘都被抓了起来 那些姑娘说只要有人将他们救出来就以身相许 男人就是这样一听有漂亮姑娘就会上钩 两人商量过后认为只要打败这妖人 便能坐视他们是正道的身份 这个魔教妖人就交给我们吧 望着远去的二人 女人突然露出了邪恶的神色 就在这时一名轻易女子也来到此处 她乃是明光宗单身女仙苏然 为了行侠仗义扬除恶 这是她第一次下山历练 女人见到有人来了赶忙装出一副凄惨的神色 她绘声绘色地将故事重复讲给了苏然 涉事不深的苏然直接就被感动了 她没有犹豫立刻让女人指出那妖人的所在 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他们都救出来的 魔教少主为了消除手工杀决定伪装正道偷失血液 没成想刚下山就遇到了一个悲惨的女人 女人村子里的姑娘被妖人欺辱 为了坐视自己的正道身份 两人立刻便将这次气活揽过来 二人很快便按照女人所指来到了一个无人的小镇 正当他们思考着要如何去解决那群美少女之事 突然一个浑身是血的纸片人出现在他们眼前 江赫玲因为从小就晕血瞬间便是倒了下去 而她的侍卫也因为偷袭被打晕 二人就这样被他们带了回去 当她再次醒来时 眼前便出现了三个貌美如花的女人 被抓进来的女人他们见得不少 可还是第一次在这儿见到男人 江赫玲见状下的立刻跑下了床 三人见她如此也没有太过惊讶 好了 是时候该做自己的事情了女孩们 待江赫玲回过神来 立刻便告诉他们自己此番前来便是要求他们出去的 可女人们却丝毫没将她的话放在眼中 甚至全都已经做好了自己的打算 一位准备了大量的麻绳坐标记来固定线路 一位准备了好几套便携式武器和胭脂用来防身 还有一位为了保险起见 更是把自己身上多余的布料全部扯去 待他们将逃跑的工具全部准备完毕 立刻便开始分配工作任务 几个女人商量的如火如荼 只有江赫玲站在一旁一句话也插不上 可就在此时 一道脚步声很快便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纸片人依旧按照往常那样来挑选不是主人的家人 江赫玲丝毫没有犹豫 立刻转身告诉他们 各位让我去吧 虽然我很佩服各位的勇气与智慧 但既然在一条船上 那就让我这个只会打架的人出一份力吧 文言三个女人立刻感动得一塌糊涂 江赫玲还没来得及说话 三个女人二话不说便一起朝她身上扑了上去 见状她整个人吓得浑身颤抖 感觉到自己整个人都快要窒息 而那三个女人却依旧将她紧紧包围 可奇怪的是她的手臂这次却毫无反应 很快她便跟着纸片人前往主人的寝殿 走廊里到处都充满着她做的标记 一路上她都在思考 可却依旧没想明白这次为何没有影响 第一次爆发是被圣女抚摸后产生了奇怪的想法 第二次是圣女坐在她身上 身体突然发热产生了奇怪的想法 看来这个恶咒也并不是一碰女人就会发作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就在此时 她突然感觉到墙外有一道身影 可一转头却又消失不见 难道是我多心了吗 此时明光宗女仙苏染正颤颤巍巍地扒在墙头之上 好险 差点就被她发现了 与此同时 江鹤林也被带到了主人的景点 而这主人身着绿衣却涂着红色的指甲 胸口上还画有一个黑色爱心 就连头上还顶着一朵太阳花 妥妥的一个猥琐男呢 二人在互相对视的瞬间 心中不免地互生出一股嫌弃之意 她当即对着纸片人大喝 混账东西 我要的是美女 你怎么连男的都抓 只骗人一脸无辜地看着她 一头长发一身暖色服装 而且见血就晕 怎么不算美女呢 而那男人却说 男的就算长发红衣还晕血 也不过是个小白脸娘娘腔 不是女人更不是美女 这三个标签夹在她的身上 江鹤林瞬间变怒了 你们这么说有问过我的意见吗 随后一拳打在了那男人的脸上 就这点实力也赶来冒充魔教少主 她意外被神秘仙子动下手攻杀 每次只要接触女人便会发怒 可此次下山 她被三个女人同事围住 却无事发生 江鹤林听到别人给自己打上 小白脸娘娘腔的标签 她一拳便打了上去 随后又是几枚钉子 将男人钉在了园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可没想到明光宗女仙 天天又来掺上一脚 束手就擒伴魔教少主 可下一秒她立刻甘大主 魔教少主有点老话 文言这一针一甲 皆是有些尴尬 苏染立刻跳了下来 不好意思我第一次闯交 才知道原来一把年纪 也能叫少主 不过这女人向来 对魔教深入痛剧 二话不说便向着那维索男冲去 江鹤林见状 也立刻伸手上去 要助她一臂之力 可就在两人即将触碰到的瞬间 那维索男立刻拿出了 一个金钟罩 将自己牢牢罩住 随后更是又拿出 一个同款金钟罩 将他们二人围了起来 而这便是传说中的内功化系 在这金钟罩的包裹范围之内 修为功法统统无法使用 维索男慢慢朝着他们走了过去 有了这些 就算是修饰清零也奈何不了我 随后他十分傲娇地 打开自己的衣衫 恩公送我这些时 曾说这些专客正到修饰修为 有了这些东西 即便是凡人之躯 也可以为所欲为 可苏染却一下子抓到了重点 原来你不是魔教少主 我背后有宗门 快些收回法器 跟我回去认罪 可维索男又岂会随便听一个妹子 别急 等我把这个男人杀了就来好好疼 与此同时 那三位妹子也顺利逃了出来 他们合计了一下 便决定一把火烧了 这魔教妖人的大火 片刻过后 只骗人着急忙慌地跑来 告诉他着火 可只能怕火也怕手 只能围着他的主人 急得团团转 就在这时 江赫玲慢慢向着苏染靠近 他悄咪咪地说道 你快勾引我一下 苏染文言便立刻躲在一旁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想这些 可江赫玲却一脸正色 你不懂 我在救我们 我可做出了巨大牺牲 突然苏染感觉到一阵疼痛 原来是刚刚从黄炎 跳下来的时候扭了一下 好像是伤到了脚 可就是这么一拖 这让单身18年的江赫玲 第一次看到美上领光着的小姐 虽然她明明什么都没想 但却什么都想到 她瞬间满脸通红 感受着筋骨的爆裂 她的肌肉瞬间胀满了整个胳膊 紧接着一拳猛的轰出 那金钟赵锦 瞬间便被冲破 猥琐男被她打到墙壁中 扣都扣不出来 直至此刻她才明白 原来触发条件 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守她 不动邪念要自爱 猥琐男见状立刻祭出 各种神兵力气 可她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 江赫玲一拳便又冲了上来 然后二话不说 刷住者男人又进行 打得猥琐男一直哭着求饶 你一个正道少侠 出手怎么比我还好 苏染从未见过如此邪法 她当即叫停了下来 言说要将这些法器的 使用方法先论文 如果不说再继续打 可突然江赫玲 便感觉到一股 毛泪过度的空虚 可她又不想被别人看出她不行 于是便找了个借口 想要先行离去 可就在此时 一把长剑突然架到了 她的脖梗之上 或许我该叫你 魔教少主对吗 身为魔教少主的 她救了正道女仙 可女人从小痛恨魔教 非但不领情 反而想要杀了她 或许我该叫你 魔教少主对吗 苏染已经十分确认 眼前男人便是魔教教主 见状江赫玲 立刻闪身躲开 你为何要污蔑我 况且我还打了那妖人 可那苏染却不以为然 第一这妖人伪装完美 可你却能一眼看出 第二你刚刚使用的力量 也是正道流派从未出现过的 江赫玲冷汗直流 但此刻的她却只能伪装下去 这些我都可以解释 一直以来我都想去魔教做卧底 当然能一眼看出 魔教中人的穿衣打扮 未等她说完 苏染便拿出一个口袋 在里面寻找着什么 不必说了 我有画像一笔对变质 文言江赫玲直接愣在了原地 尼玛早拿出来啊 还害得我装那么久 很快苏染便将她的资料拿了出来 不过那上面已经许久没有更新 照片上只有一张婴孩的照片 好在很快便有新情报的更新 苏染手忙脚乱的立刻将其打开 可那图片上出现的 却是一张别人的照片 上面还附带着一些解读 魔教少主由于荒淫过度 乐极生悲 现身幻怪并无法接触女性 正四处搜寻名医带回教内囚禁治疗 江赫玲内心一阵无语 谁荒淫了 真是太荒谬了 转发超过五百就要告她造谣 不过她又仔细一想 这等教内私事她为何如此清楚 难道魔教当中有了奸行 片刻过后 请问你如何解释一拳 打碎专刻正道修饰修为的法器 江赫玲不以为然 我本来就不是修饰 武功高涨的帅怪我了 那你出招十臂上 宏光万丈又是什么邪法 江赫玲心思急转 当即便想起来了那老中医 我身上之所以有异常 其实是因为中了一个恶种 早些年间我闯荡江湖 被一名妖女看上 在我誓死抵抗下 给我种下了这枚印记 还好遇到一个正道高手 打伤并赶走了妖女 那妖女临走之际只留下一句话 留下这枚奴隶印记 你就是我的人了 而这恶咒一旦遇见美女 便会发出红光彰显存在 不许我接近女子 一旦接触久了 便会疯狂吸取我的力量 虽然我的确身怀邪法 但我也是受害者的 苏染不好意思的小声说道 你这恶咒每次发作 都只针对美女吗 江赫玲认真思索了一番 应该是吧 毕竟我也不会对男人动望念 苏染淡淡一笑 这个恶咒还算有眼光 不过即便如此 你和那魔教少主的情形 也十分相似 你要真的不是魔教少主 那你就过来抱我 只要没有其他异动 我就承认你不是魔教少主 江赫玲内心一阵慌乱 如果抱她自己 必定会开启暴奏模式 她会被自己揍死 自己只怕也会因为 手工杀的副作用虚托而死 那么身份也会随之暴露 苏染伸出手臂 做出拥抱状 不敢还是不行 此话一出 江赫玲脑子瞬间不淡定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男人永远不能说自己不行 她被神秘女子种下了 不能触碰女人的恶人 角色女仙又想要用自己 来诈出男人是魔教少主 江赫玲为了不暴露身份 只能强忍着躲上去 随着她一步步靠近 苏染也慌了神 她从来没有与男人 有过这样亲密的接触 看着女人慌乱的神色 江赫玲更勇猛了 果不其然女人立刻叫着 你已经成功通过了我的试探 江赫玲还没刚松一口气 一阵剧烈的波动 一面冲了过来 她的随从抱着两个 只人着急忙慌的 从远处冲了过来 少主没事吧 我把只人胡子都插了 随后三个妹子 也都一起不知从哪冒了回来 他们一见面 就迫不及待的 把江赫玲团团围团 这一切都对苏染看在眼中 果真只有红光 没有其他意想 见苏染如此质意 寻找魔教少主 江赫玲便主动问到 找到她的嘴角 苏染一脸天真的说道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先扒光囚禁起来 然后试以水行等 让她好好反省自己所作用 最后用鞭子让她回来 用她头颅寄件为名处害 文言江赫玲两人一言不乏 立刻捂好了 自己是好人的马甲 这时苏染又从自己的袋子里 拿出一本书 正道给的情报一点都不准 可恶的魔教 连我最喜欢的作者 经常更多投向魔教 不仅停更半年 甚至还为他们著书立传 可她不知道的是 七长老停更是为了 给少主筹办继位仪式 至于画风突变 也是为了庆和少主祭 魔教后继有人 如今此人身为凡人 却能使用修士的法器 其中必有今天阴谋 就在这时 江赫玲随手捡起一片叶子 原来这就是法器 苏染信誓旦旦地告诉她 凡人可是无法使用法器的 在这个世界分为修士和凡人 具备天赋可以修炼的人 败入宗门获得修炼方式 就能跨入修仙门槛 而修士都是从凡人里选出来的 仙门与人间达成了协议 修士不得随意欺凌凡人 修士的资源如有必要 必须向凡人购买不得强强 而法器的催动 需要以修士的修为为以 江赫玲蒙的意境 莫非那老中医送我的木牌是法器 难怪自己无法使用 败师仙门的计划 还没出行就要夭准了吗 眼前这仙子虽然就是一名修士 可如果这物品是与他宗门敌对之物 那岂不是又会有所怀疑 正当他纠结之时 一旁的随从似乎是看透了什么 立刻举起他的右手 少主 您手里的那块入门木牌也是法器吗 此话一出立刻引起了苏染的注意 这不是法器只是一块引路牌 只不过上面多数加了一道神识 不过奇怪的是 刚才这个锁已经解开了 江赫玲拿过一看 万华宗的信息已然出现在了眼前 果然是神仙手段 事到如今 他也只能先把这个妖人带回宗门了 魔教少主为了败入正道消除手工杀 既然巧合下来到了万华宗 恰逢此时正是一年一度的招生之计 万华宗宗主万灵须故意派人广发引路牌 且还故意强调一定要将其送给好人 那道封锁的神识便是检测 只有真正做过好事的人 才能解开看到真正的地图 万华宗自千年前开山立派以来 诞生了数以百计的筑基修士和金丹修士 平均每两年都会有一位弟子晋升金丹 可谓难尽第一 宗门为了鼓励弟子晋升 更是努力提高宗门待遇 时常组织宗门团建 而且还经常营销推广 可这些所作所为全都需要钱的铺垫 而这些钱自然是要从好人弟子身上产出 因为好人弟子身上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 就是吃了亏也不敢声张 脾气软弱 如今宗门收费高昂 只有好人才能应付宗门的所求 倘若是碰到不肯交钱的坏弟子 那边说他们资质愚钝不求上进 关进后山禁闭几十年 如果想提前出来那边让他们的家人拿钱熟人 与此同时 江赫林脑海里不停思索着那老中医说的话 恩公曾向我专门强调 只有品行高洁的好人才能获得修仙的机缘 一块木头居然真的能判定出是不是好人 那也就是说 老医师他一辈子没做过好事 江赫林忍不住心中窃喜 好人果然有好报 如此善良的仙门定能拔出我身上这颗手工纱 一日一早 少英站在小镇上来回张望 一晚上都没动静看来又失败了 突然他远远地看见貌似是有人来了 然后立刻故意摔倒在地 你们别再前进了 这个镇子不安全 我可以带你们逃出去 他心头猛的一阵 难道说那个魔教妖人死了 苏染立刻将其取出 你说的是他吗 少英在看到他的一瞬间 情绪立刻变得激动起来 伸手就要朝他回去 可苏染却将其挡了下来 够了 连同伴都打你还有没有道德底线 可少英却说自己不是他的同伙 文言江赫林立马问道 你既不是他的同伙 为何又要帮着他骗人 少英当即大声反驳 我不骗你们 被他强迫的就会是我 半月前这妖人来到长生镇 打跑了镇长霸占的宅院 起初他只是索财 后来又向众人索要美少女 要拿来练功 我父母为了活命将我送给了他 而我为了活下去 只能帮他骗更多的美女 不过我只有有限的善心 那些真正柔弱的女孩子 我都放过他们了 这几位姐姐我观察过 她们行动敏捷不像普通女子 此话一出 那三位妹子也不再藏着掖掌 她们此番确实是故意 前来承恶出奸的 只是没想到她手中有法器 这才被迷阵禁 可妹妹你年纪上小 却谎话连篇 是不是也该受点惩罚了 三人齐刷刷地盯着少英 一下子可把江赫玲看傻了 难怪五长老从不允许她早恋 女人还真是深不可测啊 片刻过后 苏然将那指人调整好了参数 指人则会按照江赫玲的吩咐 将少英送到师门 三位妹子也都各自拿了物证 去往不同的官府邻上 苏然也是时候带着猥琐囊回去 而江赫玲则拿着引路牌 继续前往万华宗 魔教少主只想低调地来正道偷师学艺 可带有主角光环的 她不管走到哪儿都有人盯着 猥琐男失败的消息 很快便传到了那幕后黑手的耳中 据说江赫玲的功法十分特别 而那法器对她根本无效 更让人想不到一个 为所欲为的魔教少主 竟对女人极度排斥 男人怎么可能不尽名色 不过就是诱惑不够 黑影当即便决定 要给她安排一个合适的剧本 另一边江赫玲二人 很快便来到了一个繁华的小镇 突然间人群猛地多了起来 江赫玲周也也顺势 被人挤到了一个楼阁的正下方 台上的女子手中 拿着一个崭新的绣球 看准了时机猛地朝着人群中 只顾专心看书的江赫玲咋去 果然不对 周也吓得连忙伸长了胳膊想要阻挡 却未成想江赫玲 竟一把戳穿了那绣球 顿时把周围的众人吓得瞪大了双眼 而江赫玲却不以为然 除了暗器大了些 没有什么不对啊 随后他一把将那绣球扔在地上 出发吧 下一个阵就到万华宗了 这可把台上的女子气得不行 怎么会有这么不解风情的男人 主人的任务我做不了了 与此同时 江赫玲二人行走 在前往万华宗的树林中 周也忍不住率先说道 少主 根据这些天的观察 我觉得您可能拥有了一个特殊的体质 主角光环 比如三天前在丛林里捡黄金 明明有一位老者故意前来询问 可您却还是故意将其交给了衙门 还有随时随地都能碰到的艳雨 光天化日之下 这位妇女居然独自倒在城外树林 我怀疑是仙人跳 就这样把人家唯一的女匪给送进了衙门 最后还随便都能遇到一群江洋大盗 最后还能将他们全部通走一番 简直就跟画本里的主角一模一样了 好在历经数日 他们终于是成功到达了万华城 城内热闹非凡 到处充满了各色各样的小贩 当然比起小贩 更让他们在意的便是那万华宗的报名处 两人十分谦逊有理的微笑示意 请问这里是万华宗的招星点吗 我带着信物来报名了 两位假扮的招生人员瞬间眸子一闪 然后让他将手贴上去测试根骨 当手放上去的瞬间 那测试金球便立刻转动了起来 难道这就是主角光环的力量吗 可很快结果便摆在了眼前 战斗力只有区区五分 很遗憾你不符合我们的招生标准 一个月后还有机会 请少侠尽快提升自己吧 文言江鹤林瞬间便傻眼了 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没通过考试 他气得一拳锤在了树干上 下一刻那大树便轰然倒塌在了原地 就在这时 一位倒是走了过来 这位少侠你可听说过修真补习班吗 我们有着二十年的开课培训经验 名师辅导小班授课 专为像您这样的迷茫少侠量身打斗 只需九九八包您过到家 而且不过包退哦 江鹤林犹豫了片刻 来都来了不能就这么放弃 把也把钱给他 一旁的路人看着这三人 只是默默叹了一句 又上钩了两个 他是万人敬仰的魔教少主 却在继承魔主之日 被挣到仙女种下了手工杀 仙女声称自己补算天道 而男人就是他这辈子命中注定的伴侣 可江鹤林从小便是孤儿 因为被魔主看中其天赋后 并带回魔教抚养长大 他天资聪慧令魔教 很快便将少主之位传授于他 大长老每天教他文韬武略 二长老则教他武学之道 在别人快乐的童年中 他苦读诗书 每天坚持八个时辰的肉体打磨 在历经一十二次大考之后 他不负众望地击败了魔教所有长老 今日神功大成的他终于得以继承教主之位 只要完成这最后的仪式 他就可以和圣女一起做最喜欢的事情 江鹤林在众人期望的目光中甩去长袍 瞧着八块腹鸡针不愧是魔教之光 一时间魔教中的男女老少皆是露出爱慕之色 可就在这时天空突然一声巨响 随后一道光柱直冲江鹤林所在的祭坛 众人抬头望去只见天空中 镜像下一位白鹤仙子 角色仙子淡然地飘落到江鹤林的面前 你便是那天命之人吗 此时的江鹤林还被女人绝世容颜震惊地 未回过神来 见女人扑斥一笑 她立刻摆出一副战斗姿态 你是何方萧萧竟敢扰乱我魔教继人一事 正邪不两立你不知道吗 她抡起拳头冲了上去 女人面对着恐怖的一击 仅是一根手指便倒了下来 她拿着手中笛子挑起江鹤林的下巴 我是你命中注定的爱人 此话一出众人皆是面色大扁 他们一是被女人恐怖威压所震撼 二是因为这实力恐怖的角色仙子 竟是来找他们少主要桃花斋 女人也不管江鹤林如何去想 因为是上天注定所以反对一事无用 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男人了 在没有与我共修之前不准碰任何女人 说着女人便在她手臂上种下了手工沙 切记不准粘女人 即便是肢体触碰也不可以 这不是要江鹤林的老命吗 老子若是偏要粘呢 女人皱了皱眉头 随后便笑了起来 那也无妨 沾了以后顶多就不好用了 说吧她的身形变化作一团雾气消失在原底 江鹤林顿时急眼了 你倒是说清楚呀怎么就不好用了 女人的声音再次从远处飘来 下次见面之时便是你我成亲之日 再见了 我的命中人 女人离开后祭坛下的众人纷纷议论四起 长老赶忙说道 方才定是正道妖孽为阻止我们魔教复兴派来的高手 一是暂缓肃请鬼衣来为少主治疗 江鹤林强忍着手臂传来的剧痛站了起来 她等了18年真的不想再做江公公 大长老健壮便继续一事地决心 圣女也十分担心江鹤林的身体 可真男人从不退缩 就在圣女将鲜血涂抹到她身体的瞬间 江鹤林突然面色大变 圣女那绝世的容颜被江鹤林一拳打成了猪头 这真的不是她故意的 而是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 望着自己那勃起的麒麟必将鹤林一脸呆滞 她身为魔教少主 却被证到仙女种下了手工杀 仙女声称两人乃是命中注定的爱人 只要在成亲之前 她触碰任何女人便会暴体而亡 身为魔教之光的江鹤林 怎会愿意一辈子当江公 在继任教主之位时 她不顾劝阻依旧我行我罪 哪知麒麟必不受控制地打飞了圣女 众目睽睽下殴打圣女 造成恶劣影响令继任一事不得不葬坏下来 众长老商讨着如何才能让江鹤林尽早继任 一位长老认为并无大碍 只要再隆重举办一次让教众知道就行 可大长老看着账本陷入了沉思 贫穷是他们唯一的土 一位长老提议要不就这么扫了 通知下教众就当仪式完成了 众人开心地八度地早日退休 就在此时被打成猪头的圣女冲了进来 如果连仪式都无法完成 还如何称之为魔教 又如何服众 诸位长老还没来得及权 圣女便一把江教令拍在了桌上 不答应她就直接辞职不干 而另一边的江鹤林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她觉得自己怀着众多长老教众的期望 不过她不知道这些期望竟是长老们都不想努力 江鹤林咬了咬牙准备弯下这块手工纱 可她修炼了十八年的神功 竟恐不如斯 匕首当场炸裂 江鹤林握着拳头更自责了 自己为什么要这么严 夜深人竟江鹤林连做梦都是那仙子的模样 她幻想着成为魔教教主 为所欲为拥有后宫家里三千的景象 可下一秒这些女人竟告诉她 江公公你怎么不告诉我们新的教主在哪 这声江公公让她如梦出现 腿死病中惊作起她赶忙低头看自己还有没有了 天亮的坤哥也开始跳舞了 她想着再找圣女试一试 可当她走出房门的瞬间 整个人都傻了 院中出现了许多貌美如花身材火辣的美女 手工纱不准碰女人 可如果用阳气是不是就能化解了 阳气旺盛的女人这个想法真不错 江鹤林剑她们冲过来那脸色如同吃了翔一般恶心 她猛的一拳打去 可她惊叹地发现这样触碰真的没有问题 于是她便在众人帮助下开始治疗 先用诡异调制的神药 这看着就十分好喝的汤药江鹤林竟极为不愿 在众人强行逼迫下她还是喝了下去 这次应该是没问题了 圣女走上前想要用亲吻尝试 可一溜烟江鹤林就没了人影 在快要接触的瞬间她感受到了极度的抗拒 如果这女装和吃药都不行的话 只能事事已不攻堵 一众大老爷们赤身来到澡堂 江鹤林脑中开始幻想那幸福的画面 可结果却是在梦中也不能触碰女人 这病越来越严重没得救 不死心的江鹤林在深夜跑到了圣女寝宫 圣女从小与江鹤林一起长大 一颗星早已悬挂在她的身上 她回想起前任圣女说过的话 孤独钟老是圣女们的诅咒 历代教主都因为各种原因与圣女们错失良缘 远离教主远离直男 她偏偏不信这些 在她心中若是当不了江鹤林的女人 还有谁配得上她容貌身材和灵魂 少主你把我打成这样还有什么要说的 江鹤林有些愧疚地看着女人 看在从小长大的份上 能不能换上这个让我再尝试一次 当圣女打开盒子的瞬间整个人都傻了 你现在已经变态到这种程度了 女人咬着银鸭跑到帘子后面 江鹤林对着女人说道 用这羞耻的套装来亵渎你的身体实在抱歉 但我实在没办法 安张义德请求哥哥联系 这绝美的画面实在令人响如飞飞 江鹤林躺在床上等待圣女的到来 可就在圣女骑上去的瞬间 该来的还是来了 她身为魔教圣女暗恋自家少主多年 可就在两人即将成亲之时 仙界突然降下一位实力恐怖的仙子 并给她的男人重上手工杀 仙界的力量根本不容她们反抗 自此圣女想尽一切办法 却依旧破不了这恶毒的诅咒 这天夜里她咬牙为江鹤林 穿上了如此变态的服装 可江鹤林不能触碰女人的情况 还是一拳将她打飞了出去 于是魔教便召集各路奇员医师来为江鹤林诊断 其中就有两位医术高超的正当老者 不过他们是被绑了过来 他们原本宁死也不肯帮助魔教 可江鹤林一个小小的举动却打动了两人 这个摔倒的波爸妹子是个男人 就会忍不住多看两眼 而江鹤林在看到女人摔倒后 竟让自己侍女前去掺扶 老者看到了这位魔教少主眼神中的清澈正直 为了避嫌 她甚至连眼神都没有落在女人身上 真是个好人啊 又是一位医师诊断 无果江鹤林落寞地低下了脑袋 她在被种下手工杀后拼命磨练自己的意志 非礼物听非礼物事 导致现在魔教中的所有女人都以为她成功过 而男人们见她都忍不住要说一句 少主你还没出家呀 就在江鹤林心中难受之时 刚刚那名老者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江鹤林已经习以为常了 她正准备让老者下去休息 可突然那老者竟告诉她见过类似的病者 当年她由利四方误打误撞闯入了修真剑 后背一个美女种下了类似的恶种 好在有个恩人相众 不但清除了诅咒还种伤了那美女 我刚刚看你虽是魔教少主行为举止 却是个好人 这才将封尘多年的往事和这个东西交付于你 这是先门恩人留给我的信用 希望少主恶咒拔除后能一如现在当个好人 此话听得江鹤林一愣一愣的 你这老头怎么骂我是好人呢 他毕生梦想就是要当为所欲为的魔教教主 深夜两名医师再次齐聚一世 可没想到另一名老头竟是正道派来的位 最近魔教四处掠夺名医已经引起正道的不满 唐老头质问他为何要助纣为女 还将那信物赠予魔教邀人助他去仙门求医 老者笑了笑你真以为我老糊涂了吗 我那个恩人极恶如丑眼中柔布的沙子 魔教少主装好人但终究不是好人 我故意将仙门信物交给他就能不费一兵一卒令魔教后继无人 唐医师被震撼的无话可说 另一旁的江鹤林不断尝试着正道着装 他打算下山寻找老者所说的修仙门派拜师学义 学会解除手工纱就回来继续当为所欲为的魔教教主 他回想起当时那个仙子的恐怖力量还心有意境 他只有站得高了才能守护魔教 因为世俗的门派与仙门终究不是一个级别 他身为魔教少主却莫名被仙界降下的女仙中了手工纱 从此不能碰女人的他决定找个正道门派偷视学义 等学会解除手工纱的仙法后就回来当为所欲为的魔教教主 深夜他带着魔教第一护法逃了出来 听着阿野背包中哐当哐当的声响 江鹤林忍不住赞叹到不愧是魔教第一护法 实在太专业了 这些神兵利器就是他们活着的宝藏 第二天一早江鹤林便拿出仙门信物 他本以为这信物最起码能指名方向 谁知在他启动后竟是仙门的介绍广告 想修仙就来望华宗 仙门正统道书正宗 一起来跟兄弟们砍翻这乱世 所以要怎么去呢 两人黑着脸听完后依旧没有半点线索 不过看名字这望华宗必定是个仙门大牌 两人决定下山问问 突然阿野拔刀向树林冲去 江鹤林还以为有什么危险便追了上去 只见树林中阿野提着刚两岁半的阿文 起锅烧油 这番行云流水的操作直接将江鹤林看傻了 片刻过后一只香喷喷的烤鲲便出现在他的面前 不过这还不够 再经过一番处理后喷喷的味道更香了 从始至终将鹤林一言不发地傻在原地 少主我家哥哥做好了 可别溜口水啊 真不愧是魔教第一护法 出门想饿死都难 就在两人尽情享受美味之时 忽然一名满身是伤的女子窜了出来 他拿起刀就架到了脖子上 好在阿野反应够快 他抢过女人手里的太刀 并嘱咐他不要做傻事 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 女人听了这话还没来得及感动 下一秒阿野说道 还好干净 我的刀是吃饭用的别污染了他 江鹤林看着女人再次劝劳 小姑娘想自杀很简单 随后他一口气给女人说了十几种自杀手段 一个比一个死得快 女人听后忍不住下哭 而作为正道之人 最基本的就是帮别人排忧解暗 江鹤林为自己的行为点赞 女人小声问道 你们是好人吗 那必须是 在得到确认后 女人便向他们说起了自己的悲惨遭遇 半个月前魔教邀人害死了他的家人 还对他行了苟且之事 时至今日他好不容易逃出来便碰到了两人 这换别人肯定相信 不过江鹤林乃是魔教少主 这段时间魔教所有人都为了他忙前忙后 根本没有多余的人派出去父王 况且他们魔教有的人连土匪都打不过 兵器什么都是生锈的 拿什么侵占一个村子 女人见两人不幸便再次说道 他逃出来支持村子所有的姑娘都被抓了起来 那些姑娘说只要有人将他们救出来就以身相许 男人就是这样一听有漂亮姑娘就会上钩 两人商量过后认为只要打败这妖人 便能坐视他们是正道的身份 这个魔教妖人就交给我们吧 望着远去的二人 女人突然露出了邪恶的神色 就在这时一名轻英女子也来到此处 她乃是明光宗单身女仙苏然 为了行侠仗义扬善除恶 这是她第一次下山历练 女人见到有人来了赶忙装出一副凄惨的神色 她绘声绘色地将故事重复讲给了苏然 涉事不深的苏然直接就被感动了 她没有犹豫立刻让女人指出那妖人的所在 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他们都救出来的 魔教少主为了消除手工杀决定伪装正道偷师学艺 没成想刚下山就遇到了一个悲惨的女人 女人村子里的姑娘被妖人欺辱 为了坐视自己的正道身份 两人立刻便将这次气活揽过来 二人很快便按照女人所指来到了一个无人的小镇 正当他们思考着要如何去解救那群美少女之事 突然一个浑身是血的纸片人出现在他们眼前 江赫玲因为从小就晕血瞬间便是倒不下去 而她的侍卫也因为偷袭被打晕 二人就这样被他们带了回去 当她再次醒来时 眼前便出现了三个貌美如花的女人 被抓进来的女人他们见得不少 可还是第一次在这儿见到男人 江赫玲见状下的立刻跑下了床 三人见她如此也没有太过惊讶 好了 是时候该做自己的事情的女孩们 待江赫玲回过神来 立刻便告诉他们自己此番前来便是要救他们出去的 可女人们却丝毫没将她的话放在眼中 甚至全都已经做好了自己的打算 一位准备了大量的麻绳坐标记来固定线路 一位准备了好几套便携式武器和胭脂用来防身 还有一位为了保险起见 更是把自己身上多余的布料全部撑去 待他们将逃跑的工具全部准备完毕 立刻便开始分配工作任务 几个女人商量的如火如荼 只有江赫玲站在一旁一句话也插不上 可就在此时 一道脚步声很快便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纸片人依旧按照往常那样来挑选服饰主人的家人 江赫玲丝毫没有犹豫 立刻转身告诉他们 各位让我去吧 虽然我很佩服各位的勇气与智慧 但既然在一条船上 那就让我这个只会打架的人出一份力吧 文言三个女人立刻感动得一塌糊涂 江赫玲还没来得及说话 三个女人二话不说便一起朝她身上扑了上去 见状她整个人吓得浑身颤抖 感觉到自己整个人都快要窒息 而那三个女人却依旧将她紧紧包围 可奇怪的是她的手臂这次却毫无反应 很快她便跟着纸片人前往主人的寝殿 走廊里到处都充满着她做的标记 一路上她都在思考 可却依旧没想明白这次为何没有影响 第一次爆发是被圣女抚摸后产生了奇怪的想法 第二次是圣女坐在她身上 身体突然发热产生了奇怪的想法 看来这个恶咒也并不是一碰女人就会发作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就在此时 她突然感觉到墙外有一道身影 可以转头却又消失不见 难道是我多心了吗 此时明光宗女仙苏染正颤颤巍巍地扒在墙头之上 好险 差点就被她发现了 与此同时 江赫玲也被带到了主人的寝殿 而这主人身着绿衣却涂着红色的指甲 胸口上还画有一个黑色爱心 就连头上还顶着一朵太阳花 妥妥的一个猥琐男啊 二人在互相对视的瞬间 心中不免地互生出一股嫌弃之意 她当即对着纸片人大喝 混账东西 我要的是美女 你怎么连男的都抓 纸片人一脸无辜地看着她 一头长发一身暖色服装 而且见血就晕 怎么不算美女呢 而那男人却说 男的就算长发红衣还晕血 也不过是个小白脸娘娘腔 不是女人更不是美女 这三个标签夹在她的身上 江赫玲瞬间变怒了 你们这么说有问过我的意见吗 随后一拳打在了那男人的脸上 就这点实力也敢来冒充魔教少主 她意外被神秘仙子动下手攻杀 每次只要接触女人便会发嘴 可此次下山 她被三个女人同事围住 却无事发生 江赫玲听到别人给自己打上 小白脸娘娘腔的标签 她一拳便打了上去 随后又是几枚钉子 将男人钉在了园底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可没想到明光宗女仙 天天又来掺上一脚 束手就擒伴魔教少主 可下一秒她立刻尴尬住 魔教少主有点老话 文言这一针一甲皆是有些尴尬 苏然立刻跳了下来 不好意思我第一次闯江 才知道原来一把年纪也能叫少主了 不过这女人向来对魔教深入痛绝 二话不说便向着那维索男冲去 江赫玲见状也立刻伸手上去 要助她一臂之力 可就在两人即将触碰到的瞬间 那维索男立刻拿出了一个金钟罩 将自己牢牢罩住 随后更是又拿出一个同款金钟罩 将他们二人围了起来 而这便是传说中的内功化系 在这金钟罩的包裹范围之内 修为功法统统无法使用 维索男慢慢朝着他们走了过去 有了这些就算是修士清零也奈何不了我 随后他十分傲娇地打开自己的衣衫 恩公送我这些时曾说这些专客正道修士修为 有了这些东西即便是凡人之躯也可以为所欲为 可苏然却一下子抓到了重点 原来你不是魔教少主 我背后有宗门 快些收回法器 跟我回去认罪 可为所难又岂会随便听一个妹子的 别急 等我把这个男人杀了就来好好疼 与此同时 那三位妹子也顺利逃了出来 他们合计了一下便决定一把火烧了这魔教妖人的大狗 片刻过后 只骗人着急忙慌地跑来告诉他着火 可只能怕火也怕水 只能围着他的主人急得团团转 就在这时 江赫灵慢慢向给苏然靠近 他敲咪咪地说道 你快勾引我一下 苏然文言便立刻躲在一旁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这些 可江赫灵却一脸正色 你不懂 我在救我们 我可做出了巨大牺牲 突然苏然感觉到一阵疼痛 原来是刚刚从黄炎跳下来的时候闹了一下 好像是伤到了脚 可就是这么一拖 这让单身十八年的江赫灵 第一次看到美少女光着的小角 虽然他明明什么都没想 但却什么都想到 他瞬间满脸通火 感受着筋骨的爆裂 他的肌肉瞬间胀满了整个胳膊 紧接着一拳猛的攻出 那金钟赵锦瞬间便被冲破 猥琐男被他打到墙壁中 扣都扣不出来 直至此刻他才明白 原来触发条件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守 不动邪念要自爱 猥琐男见状立刻祭出各种神兵力气 可他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 江赫灵一拳便又冲了上来 然后二话不说 刷子走他 打得猥琐男一直哭着求饶 你一个正道少侠 出手怎么比我还好 苏然同未见过如此邪法 他当即叫停了下来 言说要将这些法器的使用方法先论完 如果不说再继续打 可突然江赫灵便感觉到一股毛泪过度的痛心 可他又不想被别人看着他不行 于是便找了个借口想要先行离去 可就在此时 一把长剑突然架到了他的伯格之上 或许我该叫你魔教少主对吗 身为魔教少主的他救了正道女仙 可女人从小痛恨魔教 非但不领情反而想要杀了他 或许我该叫你魔教少主对吗 苏然已经十分确认眼前男人便是魔教教主 见状江赫灵立刻闪身躲开 你为何要污蔑我 况且我还打了那妖人 可那苏然却不以为然 第一这妖人伪装完美 可你却能一眼看出 第二你刚刚使用的力量 也是正道流派从未出现过的 江赫灵冷汗直流 但此刻的他却只能伪装下去 这些我都可以解释 一直以来我都想去魔教做卧底 当然能一眼看出魔教中人的穿衣打扮 未等他说完 苏然便拿出一个口袋在里面寻找着什么 不必说了 我有画像一笔对变质 文言江赫灵直接愣在了原地 尼玛早拿出来啊 还害得我装那么久 很快苏然便将他的资料拿了出来 不过那上面已经许久没有更新 照片上只有一张婴孩的照片 好在很快便有新情报的更新 苏然手忙脚乱的立刻将其打开 可那图片上出现的却是一张别人的照片 上面还附带着一些解读 魔教少主由于荒淫过度 乐极生悲 现身幻怪并无法接触女性 正四处搜寻明依带回教内囚禁治疗 江赫灵内心一阵无语 谁荒淫了 真是太荒谬了 转发超过500就要告他造谣 不过他又仔细一想 这等教内私事他为何如此清楚 难道魔教当中有了奸细 片刻过后 请问你如何解释一拳 打罪专刻正道修饰修为的法器 江赫灵不以为然 我本来就不是修饰 武功高涨的帅怪我吗 那你出招石壁上 红光万丈又是什么写法 江赫灵心思急转 当即便想起来了那老中医 我身上之所以有一场 其实是因为中了一个恶种 早些年间我闯荡江湖 被一名妖女看上 在我誓死抵抗下 给我种下了这枚印记 还好遇到一个正道高手 打伤并赶走的妖女 那妖女临走之际 只留下一句话 留下这枚奴隶印记 你就是我的人了 而这恶咒一旦遇见美女 便会发出红光彰显存在 不许我接近女子 一旦接触久了 便会疯狂吸取我的力量 虽然我的确身怀邪法 但我也是受害者的 苏染不好意思的小声说道 你这恶咒每次发作 都只针对美女吗 江赫灵认真思索了一番 应该是吧 毕竟我也不会对男人动望面 苏染淡淡一笑 这个恶咒还算有眼光 不过即便如此 你和那魔教少主的情形 也十分相似 你要真的不是魔教少主 那你就过来抱我 只要没有其他异动 我就承认你不是魔教少主 江赫灵内心一阵慌乱 如果抱她自己 必定会开启暴走模式 她会被自己揍死 自己只怕也会因为 手工杀的副作员虚托而死 那么身份也会随之暴露 苏染伸出手臂 做出拥抱状 不敢还是不行 此话一出 江赫灵脑子瞬间不淡定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男人永远不能说自己不行 她被神秘女子种下了 不能触碰女人的恶 角色女仙又想要用自己 来炸出男人是魔教少主 江赫灵为了不暴露身份 只能强忍着狗上去 随着她一步步靠近 苏染也慌了神 她从来没有与男人 有过这样亲密的接触 看着女人慌乱的神色 江赫灵更勇猛了 果不其然女人立刻叫你 你已经成功通过了我们试探 江赫灵还没刚松一口气 一阵剧烈的波动迎面冲了过来 她的随从抱着两个 指人着急忙慌的 从远处冲了过来 少主没事吧 我把指人胡子都插了 随后三个妹子 也都一起不知从哪冒了出来 他们一见面 就迫不及待的 把江赫灵团团围组 这一切都对苏染看在眼中 果真只有红光 没有其他异象 见苏染如此质疑 寻找魔教少主 江赫灵便主动问道 找到她会怎样 苏染一脸天真的说道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先把光囚禁起来 然后是以水行等 让她好好反省自己所作为 最后用鞭子让她毁 用她头颅寄见为名处害 文言江赫灵两人一言不乏 立刻捂好了 自己是好人的马甲 这时苏染又从自己的袋子里 拿出一本书 正道给的情报一点都不准 可恶的魔教 连我最喜欢的作者 经常更多投向魔教 不仅停登半年 甚至还为他们著书立传 可他不知道的是 七长老停更是为了 给少主筹办继位一事 至于画风突变 也是为了庆贺少主祭 魔教后继有人 如今此人身为凡人 却能使用修士的法器 其中必有今天阴谋 就在这时 江赫灵随手捡起一片叶子 原来这就是法器 苏染信誓旦旦的告诉他 凡人可是无法使用法器的人 在这个世界分为修士和凡人 具备天赋可以修炼的人 败入宗门获得修炼方式 就能跨入修仙门槛 而修士都是从凡人里选出来的 仙门与人间达成了协议 修士不得随意欺凌凡人 修士的资源如有必要 必须向凡人购买不得强强 而法器的催动 需要以修士的修为为以 江赫灵蒙的一斤 莫非那老中医送我的木牌是法器 难怪自己无法使用 拜师仙门的计划 还没出行就要夭准了吗 眼前这仙子虽然就是一名修士 可如果这物品是与他宗门敌对之物 那岂不是又会有所怀疑 正当他纠结之时 一旁的随从似乎是看透了什么 立刻举起他的右手 少主 您手里的那块入门木牌也是法器吗 此话一出立刻引起了苏然的注意 这不是法器只是一块银木牌 只不过上面多数加了一道神石 不过奇怪的是 刚才这个锁已经解开了 江赫灵拿过一看 万华宗的信息已然出现在了眼前 果然是神仙手段 事到如今 他也只能先把这个妖人带回尊门了 魔教少主为了拜入正道消除手工杀 既然巧合下来到了万华宗 恰逢此时正是一年一度的招生之际 万华宗宗主万灵须故意派人广发引路牌 且还故意强调一定要将其送给好人 那道封锁的神石便是剪客 只有真正做过好事的人 才能解开看到真正的地图 万华宗自千年前开山立派以来 诞生了数以百计的筑基修士和金丹修士 平均每两年都会有一位弟子晋升金丹 可谓难尽低 宗门为了鼓励弟子晋升 更是努力提高宗门待遇 时常组织宗门团建 而且还经常营销推广 可这些所作所为全都需要钱的铺垫 而这些钱自然是要从好人弟子身上铲除 因为好人弟子身上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 就是吃了亏也不敢声张 脾气软弱 如今宗门收费高昂 只有好人才能应付宗门的所求 倘若是碰到不肯交钱的坏弟子 那边说他们资质愚钝不求上井 关进后山禁闭几十年 如果想提前出来那边让他们的家人拿钱赎人 与此同时 江赫林脑海里不停思索着那老中医说的话 恩公曾向我专门强调 只有品行高洁的好人才能获得修仙的机缘 一块木头居然真的能判定出是不是好人 那也就是说 老医师他一辈子没做过好事 江赫林忍不住心中窃喜 好人果然有好报 如此善良的仙门定能拔出我身上这颗手工纱 一日一早 少英站在小镇上来回张望 一晚上都没动静看来又失败了 突然他远远地看见貌似是有人来了 然后立刻故意摔倒在地 你们别再前进了 这个镇子不安全 我可以带你们逃出去 他心头猛的一阵 难道说那个魔教妖人死了 苏染立刻将其取出 你说的是他吗 少英在看到他的一瞬间 情绪立刻变得激动起来 伸手就要朝他回去 可苏染却将其挡了下来 够了 连同伴都打你还有没有道德底线 可少英却说自己不是他的同伙 文言江赫林立马问道 你既不是他的同伙 为何又要帮着他骗人 少英当即大声反驳 我不骗你们 被他强迫的就会数 半月前这妖人来到长盛镇 打跑了镇长霸占的宅院 起初他只是索财 后来又向众人索要美少女 要拿来练功 我父母为了活命将我送给了他 而我为了活下去 只能帮他骗更多的美女 不过我只有有限的善心 那些真正柔弱的女孩子 我都放过他们了 这几位姐姐我观察过 她们行动敏捷不像普通女子 此话一出 那三位妹子也不再藏着掖掌 她们此番确实是故意 前来承恶出间的 只是没想到她手中有反心 这才被迷阵禁 可妹妹你年纪上小 却谎话连篇 是不是也该受点惩罚了 三人齐刷刷地盯着少英 一下子可把江赫玲看傻了 难怪五长老从不允许她早恋 女人还真是深不可测啊 片刻过后 苏染将那指人调整好了参数 指人则会按照江赫玲的吩咐 将少英送到师门 三位妹子也都各自拿了物证 去往不同的官府林上 苏染也是时候带着猥琐男回去 而江赫玲则拿着引路牌 继续前往万华宗 魔教少主只想低调地来正道偷师学艺 可带有主角光环的 她不管走到哪都有人盯着 猥琐男失败的消息 很快便传到了那幕后黑手的耳中 据说江赫玲的功法 十分特别而那法器 对她根本无效 更让人想不到一个 为所欲为的魔教少主 竟对女人极度排斥 男人怎么可能不尽女色 不过就是诱惑不够 黑影当即便决定 要给她安排一个合适的剧本 另一边江赫玲二人 很快便来到了一个繁华的小镇 突然间人群猛地多了起来 江赫玲周也也顺势 被人挤到了一个楼阁的正下方 台上的女子手中 拿着一个崭新的绣球 看准了时机猛地朝着人群中 只顾专心看书的江赫玲咋去 果然不对 周也吓得连忙伸长了胳膊想要阻挡 却未成想江赫玲 竟一把戳穿了那绣球 顿时把周围的众人吓得瞪大了双眼 而江赫玲却不以为人 除了暗器大了些 没有什么不对啊 随后他一把将那绣球扔在地上 出发吧 下一个阵就到万华宗了 这可把台上的女子气得不行 怎么会有这么不解风情的男人 主人的任务我做不了了 与此同时 江赫玲二人行走 在前往万华宗的树林中 周也忍不住率先说道 少主 根据这些天的观察 我觉得您可能拥有了一个特殊的体质 主角光环 比如三天前在丛林里捡黄金 明明有一位老者故意前来询问 可您却还是故意将其交给了衙门 还有随时随地都能碰到的艳雨 光天化日之下 这位妇女居然独自倒在城外树林 我怀疑是仙人跳 就这样把人家唯一的女匪给送进了衙门 最后还随便都能遇到一群江洋大盗 最后还能将他们全部通走一番 简直就跟画本里的主角一模一样啊 好在历经数日 他们终于是成功到达了万华城 城内热闹非凡 到处充满了各色各样的小贩 当然比起小贩 更让他们在意的便是那万华宗的报名处 两人十分谦逊有理的微笑示意 请问这里是万华宗的招星点吗 我带着信物来报名了 两位假扮的招生人员瞬间眸子一闪 然后让他将手贴上去测试耿骨 当手放上去的瞬间 那测试金球便立刻转动了起来 难道这就是主角光环的力量吗 可很快结果便摆在了眼前 战斗力只有区区五分 很遗憾你不符合我们的招生标准 一个月后还有机会 请少侠尽快提升自己吧 文言江鹤林瞬间便傻眼了 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没通过考试 他气得一拳锤在了树干上 下一刻那大树便轰然倒塌在了原地 就在这时 一位倒是走了过来 这位少侠你可听说过修真补习班吗 我们有着二十年的开课培训经验 名师辅导小班授课 专为像您这样的迷茫少侠量身打造 只需九九八包您过到家 而且不过包退哦 江鹤林犹豫了片刻 来都来了不能就这么放弃 把也把钱给他 一旁的路人看着这三人 只是默默叹了一句 又上钩了两个 他是天赋超群的魔教少主 来正道偷师学艺 却被策得个根骨不佳 可为了消除那手工杀他 只好委屈求群 江鹤林听了那道士的忽悠 俩人很快便跟着他 来到了那所谓的修真补习班 迎面而来的便是一堆 同样上当受骗的韭菜们 看着眼前的这些菜鸟 江鹤林心中不免有些无语 一个月前他还是一拳 能打十个猛男的魔教少主 一个月后他居然同那群人一样 都是战斗力只有五的渣渣 难道说江湖男儿的战斗力 其实和那个地方息息相关 仔细想想那些知名的侠客 似乎都颇受异性欢迎 虽说有异性青睐的 未必功夫是最好的 但如果一个人始终没有异性青睐 一定不能算得上是强者 很快这群人便被带到了 万华城的一处近郊 此次培训一共分为粗钱两班 一班以学习书册为主 由他每日制导宪法 另一班则以断体为主 每日跟随周老师训练运动 江赫灵很快便被分配到了修仙一族 那倒是二话不说 先拿出了一套试卷作为摸底考试 可当江赫灵打开的一瞬间 他瞬间傻愣在原地 就这儿 我六岁启蒙时候做过的题都比真难 反观一旁的众人却是一头冷汗 而那倒是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根据他多年的办学经验 一住香后这些人就会全部放弃 江湖人从小习悟 有的甚至连字都不认识 就更别提修仙了 正当他窃喜之时 一道道身影突然出现在面前 他仔细将试卷查看一番 其他人的卷子都是百分百垃圾 只有江赫灵居然每道题都答对了 看着眼前认真看书的江赫灵 他不由地怀疑这人或许是官府派来的探子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爱学的江夫人 夜晚时分 他立刻叫来吴老师一起商量 这是老板事先给的迷官伞 官府中人都佩戴着张目腰牌 而这迷官伞会控制迷烟 专门袭击身上散发张目未导之人 话音刚落就有两名被迷晕的弟子从房顶掉了下来 与此同时 江赫灵俩人正坐在房间里看书 白天教室里的一幕幕令他触目惊心 在他看来只有真正的学霸才敢上课睡觉 而他身为魔教少主自然也不能输 就在此事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声落地的声音 江赫灵立刻跑了出去 却发现一群人此事都已被迷晕了过去 两位老师也恰好迎面走来 未等江赫灵反应过来 两人便快速地冲了过来 不过他们的这点三脚猫功夫自然不是对手 三两下便被江赫灵治的服服贴贴 两人就这么被绑了起来 好在还有几位官府过来的临时工没有被迷晕 于是便将他们带回去府法了 只是江赫灵半年的饭钱就这么不翼而飞了 不过万华宗对好人会破格录取 江赫灵因为协助官府办案 所以理所应当地获得了张好人卡 总归是帮助他顺利地败入了万华宗 他们很快便来到了万华宗招生点 招生管理员立刻便给他发了张表让其填写 里面详细地询问了家族资产以及年收入这样的问题 江赫灵仔细一想 魔教作用连环山脉 他身为少主应该整个鱼塘都是自己的吧 阿瑶的胭脂方属于圣女一系的财产 归他支配 应该不能寄入年收入 但是自己也不能剁了魔教的威风吧 于是他便在上面写下了年收入不定 房产若干不计 还在新修中这样的话 看得那招生管理员喜笑颜开 最后偷偷地在他档案上记上了两个字 多惊 他明明实力超群 却被正道门派遣了个根骨不佳 因为他是魔教少主 在这里感应不敢 连续被骗令江赫灵心态炸裂 好在经历一番挫折后 总算是来到了万华宗 填写完表格上的基础内容后 一众弟子便被于老师带到了一处风景优美的树 当江赫灵再次睁眼便是换了一个身份 恭喜师弟 以天赋出众 宗主决定收你为嫡传弟子 以后进入内门修行 紧接着便有人称呼自己为大师兄 赞美之声更是不绝愿 然后他又看到了自己的老爷 自己已经学成归来 顺便还抓获了百名正道人士 最后他成为了魔教教主 闻成武德一种江湖 阿瑶和苏然也迫不及待地朝着自己冲来 就在此时 那红光盖着拳头猛地砸向了自己 江赫灵瞬间便清醒了过来 如若自己真的成为了先门大师兄 那为何这手工杀还依旧存在 然后转身看向周围的众 却发现他们还依旧沉迷于幻境之中 他二话不说一拳便将阿也打醒过来 然后立刻拉着他就要离开 连假货都知道拿个水晶球侧根 望华宗堂堂修仙大派 怎么可能只需填章表格就可以入门 很快他便再次看到了那熟悉的身影 此人带路有诈 我们先来搞定他 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师一脚 踹向了于老师的后果 然后拉着他就是一个唱作 疼得那于老师连忙制止 混蛋 我就是你们的带路老师 以后的指导师长 通过测试的弟子们很快被带到了外门试炼场 虽然只是外门预备弟子 但宗门待遇一视同远 衣食住行都由宗门承担 每月还会发放阅读 三个月后考核通过便可之下 看着这些宗门的未来提款机 于老师很快便将目光放在了江鹤林身上 竟然敢打伤我 我一定会好好观照你 江鹤林作为问心路第一名 拥有优先选择宿舍的权利 只是这上等房每月需补贴60辆 中等房每月30辆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下等房 心中不免的有些厚恶 早知道就不那么爱学习 至少还能退点学费 周也见状立刻拿出一本书 只要少主努力通过考核成为正式弟子就好了 江鹤林还没来得及结果 下一颗灯就被熄灭了 且规定了任何人不得在熄灯后点 为止会被扣除学费 江鹤林躺在床上心中不由的有些惆怅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休仙还要花钱呢 与此同时 被江鹤林送进衙门的唯一女匪也成功混了进来 想起自己前几天受到的种种侮辱 他下定决心定要加倍讨回来 他手中拿着一大笔银钱 没有直男可以拒绝我的勾引 一日一早 于老师跟一众外门弟子讲起了转正的两个要求 一是鄙视二是看个人资质 无论此前学过什么武功最好都忘掉 身上若有什么邪武法器也要自觉上交 万华宗绝不姑息任何邪魔歪道 闻言江鹤林心中一惊 恶咒该不会被查出来吧 一旁的女匪也是一警 自己的衣容该不会被看穿吧 简单介绍完后 于老师便率先打坐起来 给弟子们演示了第一刻引气入体 见状所有弟子也是争相模仿起来 片刻后 觉悟高的一些弟子已经可以感受到一部分气了 江鹤林也努力想着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那不就是保护魔教 刹那间他的气体直接引动了整个天地一响 内门长老看到这样的阵势 毫不犹豫地便冲了过去打算抢人 只见那磅礴的气体形成一柄大大的保护伞 因为他从小锻炼体魄所以非常的硬 将灵气引入体内需要和肉体一番薄杀 可一番激烈的战斗后却发现肉体生意 刚才出现的灵气也只不过是幻影罢了 你见过修仙还要花钱的吗 男人身为高高在上的魔教少主 刚下山就被骗光了身上所有的钱 本以为进了宗门就可以封衣足使 却没成想不仅住上等房中等房要贴钱 就连吃饭的肉菜也要单独掏钱 这些外门预备弟子仅仅来了几日 宗门便已是赚得盘满锅满 于老师此时正在盘算着今日的消费清单 不自觉的便将目光看向了江鹤林 怎么又是他 这小子居然一文钱都没花 他黑黑一笑 没人能逃得过我的无情抓钱手 我一定要让他花钱 一日一早 众人便齐聚在了外门学堂 于老师随手拿出了45本书册 这是你们这月要读的书单 下个月还会有新的书单 三个月后考试内容将在这些书里选择 江鹤林望着那厚厚的资料 看来时间有点紧迫呢 一旁的于老师谗媚一笑 这下我不信你还不交钱 天色刚暗 房间里的蜡烛便被统一熄灭 而宗门又明确规定不得使用明火照明 江鹤林躺在床上不禁有些惆怅 每日学习时间根本不够啊 可就在此时 门外尽亮起了些许微弱的灯光 他立刻走出去查看 此时的于老师正提着一盏零食灯在门口贩卖 这零食灯无火无烟 十两一盏可用一月 可谓是夜间读书的最佳伴侣 不来一展吗 江鹤林想了想那微薄的阅历 以及自己那分文不胜的钱带 他还是立马回绝了 于老师默默收回自己已经递出去的灯罩 那真是太遗憾了 一日一早 江鹤林便忍不住羞红着脸对着周也说道 其实我有一个绝妙的法子可以看书 就是缺少工具 紧接着一阵窃窃私欲后 周也便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一本小书 少主您说的可是这个 见状江鹤林一把江七抢了过来 看不出来啊阿爷 原来你喜欢这样的 周也一脸傲娇地说道 为了少主能够重振雄风 这可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 一路上带着只盼着能拍上点用场 带天色渐暗 一道身影便来到了他的屋前 经过他这几天的观察 江鹤林非常吝啬 但却十分热爱学习 而他只需要抛出临时灯 做诱饵就能进入他的房间 谁又能在深夜抵挡住一个美女的诱惑呢 江鹤林刚打开门 就看到了一个美女站在门口 可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他一个转身便将门又关了起来 空中隐隐约约只留下了一句话 男女友别请你自重 关上房门的他便立刻躲进了被窝 这下终于没人打扰了 他必须得趁着熄灯之前 将这准备工作做完 没过一会儿 他便感觉到一阵筋骨暴力 紧接着左哥伯便露出了一股不可阻挡的红光 直接照亮了他的整个房间 只是在外巡逻的于老师不明白 这小子明明多惊为何到现在还一毛不拔 很快便到了万华东发阅历的日子 每位弟子同时还可以获得一个纹样 所有人皆可以在有识之前通过这纹样出入护山大阵 江赫灵也带着护卫下了山 这个魔教少主竟然跑去正道偷看黄色书卷 为的就是要消除神秘女仙给他种下的水公纱 正当他看得津津有味之时 一只御手突然出现在身后 江赫灵转过身才发现这女人竟是苏然 下时间他下的一股脑浆书全都扔在了地上 嘴里自顾自地解释道 现在盗版也太多了 怎会有人叫全长更金长更的 害得我都拿错了哈哈哈哈 而苏然却并未将此放在心上 他此次前来正是有事相求 只是未等江赫灵开口拒绝 苏然便一把抱住了他的大头 任凭他如何挣扎都不肯放手 你若是不肯帮我说什么我也不放 片刻过后 两人总算是冷静了些人 苏然告诉他其实自己一直都在等他 实际上由于这是他第一次下山 遇到什么好看的好玩的都想记录一下 所以不知不觉中就把玉牌里玉存的灵器都用光了 所以这才没办法与师们联系 而他又是个超级大鹿痴 根据女人的直觉又恰恰选了条羽回宗门相反的路 路上还遇到了一群劫匪 由于没办法补充灵力还一不小心把那为否男野人 他们给抢了去 可苏然又不想在他面前丢人 索性便美化了几句 我已一人比武士将他们一把束缚 可奈何我的宗门不允许随意杀神 所以我才不敢出众手 被他们看出了我的弱点 这才将我击败 带走了那魔教妖人 不过目前我需要先联系上宗门 当万华宗里有一个我极厌恶之人 不能被他知道行踪 将贺灵心思挤转 极讨厌之人难不成是他的仇人 既然你还想灭了魔教 那就别怪我先下手为强了 当即便答应了要带他进去 与此同时那女匪也接到了同样的消息 尊主还特意下令要让他制取 摆在他面前的便是那枚人像 只要吸入一点 便会对面前的异性产生不可动摇的感情 一个月才能紧开 遵守那个女修的时候 他们都靠着玩一国日米 只需点燃一点 方圆三里内的野鸡野鸭都开始产丹 甚至吃不完的都被他做成了咸鸭蛋 与此同时 江贺灵等人趁手振折去 小姐的公主成功打开了湖山大队 苏染一进来便感觉到了这稀薄的灵气 与内门简直差了不止一心半年 若照这样下去 每日引导大概十日便可重启预排 江贺灵看他是女生的份上 二话不说便将床铺让给他 而那女匪则悄咪咪地躲在窗外 随后打开了那枚人箱 因为好奇索性便轻轻闻了一下 然后又顺着窗户的缝隙将其吹了进去 景片刻他便立刻脸红心跳 好像有了什么奇怪的感觉 此时的江贺灵仍旧在看之前的那本小书 由于苏染的出现导致他没能够买到新书 这些素材已经不够刺激了 可没过一会儿他便感受到一股燥热 紧接着房门便被推开 江贺灵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看着眼前那已经被催情的女匪慢慢走 难不成这插话成精了 魔教少主为了寻找解除手工杀的办法 竟拉着仙子一同看黄皮书卷 正当江贺灵看得入迷之时 他突然感觉到浑身躁热无比 只见一名陌生女子竟毫无避讳地闯了进来 江贺灵越看着女人越是怪异 当他看到手臂上的红光渐渐消失 江贺灵这才明白原来他并不是女子 在那没人香的作用下 女匪二话不说就向着苏染扑了过去 二人先是一惊 然后很快便是将她绑了起来 华师妹请你解释一下吧 为何要深夜带着迷药闯入我房间 可华丹心思一转 为了不影响尊主计划 这种时候最好的办法 当然就是把锅甩点魔教 他歪头淡淡一笑 其实我曾是魔教中人 此话一出当即把二人全都吓了一遍 他继续说道 多年来魔教的谈报令我难以忍受 所以我便决定弃暗投明 可即便我来到万华宗 魔教长老仍就不肯放过我 趁下山之际给我媚人香 强迫我在门内发展新的教徒 江赫玲忍不住有点心虚 要是被人发现是魔教徒会很惨啊 苏染十分肯定地告诉他 魔教的独门功法 使他们没办法引气入地 每年宗门淘汰的预备弟子 都会送去测试 若是发现会交给戒律唐颜家惩罚 这辈子应该都别想出来了 江赫玲这才明白 为何自己当日引动天地 异想去化为一缕炮的 看来靠拜师修行来 解决手工杀怕是不成了 但在自己逃离之前 这几个对魔教不利之人 一定得出调 正当他思考之急 华丹哭哭啼啼地说道 我选江师兄是因为相信他为人正直 但没想到这个要如此厉害 连我也无法抵挡 所以我只好扑向仙子 正妹要对修士无效 仙子与我才不会一起失态 文言苏染当即怒火冲天 魔教竟然想以如此下作的方式扩张 我就知道那妖人是魔教少主 江赫玲也是一脸的无奈 每天都要背那么多的光明声能不差吗 不过令他奇怪的是 明明自己不是修士 可为什么正妹要对他也不起作用呢 清晨 华丹一早便打好了饭要与江赫玲套套近乎 江师兄 为何不见那位师妹出来呢 江赫玲告诉他在这望华宗有一个仇人 所以他才不敢怒眠 且宗门费用高昂 师妹不忍拖累我才自愿留在房中修炼 文言华丹立刻拿出来三百两黄金赠了他 就当作是昨晚的惊吓废好了 江赫玲见状继续说道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将仇人解决 不如你扮作他我们一同将那人引出来 很快华丹便化作了苏染的乌恙 江赫玲带着他朝着那门弟子的方向走去 门一开里面便出来了大量女修 两人的出现很快便引起了一女修的注意 你这创意不错 利用别的男人让大师兄吃醋 江赫玲一把叫住了他 请问你口中所说的大师兄究竟是谁 那女修顿时一惊 你竟然不知道大师兄沈修白 他可是宗门三十岁以下原英修士宝第五名 与宗门其他两人并称万华宗之光 不过他却是个中毒虐恋爱好者 平生最喜欢追求师妹 做小伏地重金砸钱 等师妹对他有好感之后 在宣称自己最爱的乃名光宗苏染仙子 其他人都是替身 而这样的循环每年都有一次 江赫玲看着这大师兄刷包手册 不禁感叹着修真界的怪人真是一个笔笔 连以为苏染讨厌的是他的仇人 没想到竟是他的追求者 恰巧今日大师兄刚刚分手 应该要来寻找新师妹 江赫玲闻言顿时一惊 不能让他看到假的苏染 于是拉着华丹就要离开这里 魔教少主与正道仙女深夜约会小树林 两人在夜里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自从那日过后 仙子仿佛就对江赫玲产生了一股莫名的好感 得知那沈修白是苏染的追求者后 江赫玲二话不说就要带着华丹离开 恰巧一脸相思向的大师兄走出来 一眼就注意到了他们二人 更令他感到诧异的是 这容貌着身材 这不正是自己心心念念的苏染仙子吗 他本想伸手叫住二人 可又一想自己得先回去焚香沐浴才行 可跟踪淑女实在是有些下跌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跟踪你了 夜晚时分沈修白跟着记号来到了房间 以前苏仙子的行踪总是难以追寻 万万没想到他竟偷偷来了万华宗 正当他自我脑补之时 身形已然默默穿过了石墙进到了房内 可让他更为震惊的是 此时屋内的那道身影正在沐浴 正当他左右矛盾该不该看之时 一条眉腿已然卖了出来 沈修白不由地被冲昏了头脑 趁着隐身咒还有识效 他定要把小冉的身体深深刻画进自己的脑海 下一刻 一名榜大妖元的壮汉直愣愣地出现在眼前 沈修白当场就傻眼了 怎么会是于长老 看着眼前自己做过的标记 这才知道原来自己上当了 就在几个时辰前 周也按照吩咐拿了套新衣服地点的江河 然后他又特意去找于老师买了斩铃石灯 趁这个空闲时间 周也溜进屋子将衣物藏好鞋子交换 正当沈修白想要逃跑之时 一道亮若白咒术直接打破了他的隐身咒 周也见状立刻在窗外大声喊道 快来人啊 有贼人私闯万华宗偷了好多金子 沈修白还没来得及解释 一个大脚便已经踢在了他的脸上 于长老二话不说便将这贼人一顿胖走 秉得周围一众弟子前来围观 苏染拿着望远镜乐个不停 这下沈修白可在了 不用半天他偷看男人洗澡的事 就会传遍整个万华宗 丢了这么大的脑 估计他半年都不会再出门了 苏染淡淡一笑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 我怎么会不明白你的心理 我没有看错 你果然是世间少见的政治少侠 是真正正派的好男子 以后你叫我阿染 我叫你江大哥可以了 自从从小树林回来后 江赫林就总感觉不对劲 总觉得苏染好像时时刻刻都在盯着自己 自己还是早日提同跑路吧 没过几日 宗门便开放了一个内外门弟子交流的机会 文言江赫林心生喜悦 说不定这正是一个可以引气入体的好机会 众人在师兄林坤生的带领下 很快便进入到内门 正当他们满怀期待地等待着去往各个山峰之时 众人便被一起带到了垃圾厂堂 而这次之所以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 正是那沈修白出的主 对于丢脸仪式他一直心存借敌 区区一个外门弟子竟敢戏弄自己 这次内外门一起鄙视 定要在擂台上光明正大的玩死你 魔教少主半夜偷偷与正道仙女四会 二人故意戏耍使得大师兄在众人面前出丑 沈修白遭受七尺大辱后自然不肯轻易把休 于是便向宗门提议要将内外门弟子放在一起鄙视 还故意派出林昆生作为带队队长 将他们的修炼场所安排在了一处垃圾堆旁边 甚至故意挑衅他们 垃圾当然只配合垃圾待在一起 众人当然不服 可还没等他们做出什么反应 林昆生便是立刻给大家来了个下满威 一脚下去便吓得众人都不敢再多说什么 夜晚时分 与长老安令来到了宗主房间 宗主率先问道 预备弟子中可有什么不错的苗子吗 记得把名字记下 过几年魔族来犯 可以丢他们甜命去做炮灰 万一谁家长老的孩子天赋不够 还能挖了林更卖掉 与长老哈哈一笑 自然是标好了 宗门无常养着这些外门弟子包吃包住还发月钱 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他们能回报宗门吗 就在此时 一位名为朱淼的男人突然走过进来 两人先是寒暄了几句 紧接着宗主便说道 朱先生之前想买一些万华宗淘汰的不合格弟子 前往万摩前线的矿山挖矿 出嫁很是不错我答应了 朱淼淡淡一笑 宗主慎言 万华宗乃名门正宗怎会出卖不合格弟子 那些人分明就是魔教卧底必须予以严惩 我们只不过是祝他们改邪归正罢 文言宗主也是附和着一笑 是是是 朱先生也是发自善心愿意接受魔教徒 给他们一个从头再来的机会 两人相视一笑 万华宗不愿诛杀魔教分子 给他们二次生命 真乃修真界道德楷模 眼见鄙视在即 为了方便他挑选弟子 宗主当即邀请朱先生一同观战 没过多久 弟子们便接到了一则通知 为激励新生学习士气 本届外门入门试炼将与内门一同进行 届时将设置类台分为初试和复试 万华宗有一条规定 父母有一方为修饰者可直接入内门 凡人测试有灵根者进入外门 由于内外门弟子收徒标准不同 为保证公平起见 此次比试不可使用法器 夺魁者可直接入学获得宗主接见 并满足他一个要求 文言一众弟子皆是高兴的手舞足蹈 就连江贺林也忍不住兴奋 直接入学和宗主见面 还能满足一个要求 这不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吗 于是他便想着要赶紧和人组队开始对练 可这些人看他到现在还没隐气入体 皆是不屑与他鄙视 数日过后他也只和阿爷打过 连对手的水准都不清楚这怎么行 他思来想去便决定拿出自己的绝活 让他们与自己好好的鄙视一场 文言周也立刻来了兴致 难道说少主要下战书 优雅 当真是优雅 可当他看到那书信上的内容时 顿时就傻眼了 少主你这是在做什么 江贺林十分认真地告诉他 当然是魔教最传统的交流方式 些恐吓信了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还可以绑架下毒都行 周也见状立马拦住了他 少主你可别忘了 我们现在可是好人 孤男寡女本想在房间里行周公之旅 却没成想还没开始 就被魔教少主给撞了个正程 只因这男人伸手了得 江贺林为了摸清自己的实力 想尽办法与此人理事 一见面就骂那女人是狐狸精 还给那男人一顿胖风 而这男人平日里 对战胜率高达七八成 如今却被江贺林打得 毫无还手之力 一番操作下来 他总算是对自己的实力 有清楚的认知 很快便到了那出赛院 按照彼氏顺序 一众地嘴打的如火如蹄 此时的朱秒和望华宗宗主 正坐在观战台 看着彼氏不断进展 很快便轮到了华丹手内 面前的肌肉猛男 卯足了劲向他冲来 华丹似乎都还没怎么发力 下一秒 他肌肉猛男 便一脸花痴地倒在了原地 众人甚至都没看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连一旁的江贺林 都夸赞他的身手厉害 也想要跟他肉搏一次 下一秒 苏染突然出现在他身旁 望着眼前的观战台 狐空擂台居然还有法术迷障 是有多见不得人了 苏染一脸娇羞地看着江贺林 他此次乔装改扮 就是专门来给他加油助威的 很快华丹便开始了第二场舞 苏染十分热情地邀请江贺林 共享双眼 以此来看清楚对方的动作 可那第一眼便是看到了 些许不该看的东西 见状苏染立刻捂上了他的眼睛 与此同时台上的静置被触发 华丹一下子被绑了起来 任他如何解释也无济于事 为了鄙视的宫廷 今年特意新加了一条规律 为了防止有人以美色男色迷惑对手 特意设置了卖肉要哑不能俗的规律 一旦太俗就会自动发出警告 伸出绳索把人绑住并判定出局 当然每个参赛选手都会分发一个手怀 可以提醒参赛并对弟子身体状况进行警告 很快便轮到江贺林上场了 他第一个要对战的弟子已经成功引起陆体 并且可以施展法术 苏染不禁为他捏了把汗 因为他从未见过有哪个人的肉身可以硬扛法术的 而一旁的江贺林则是信心狮子 来吧我已经准备多时了 见状那弟子一月而起 伸出手掌从天而降 江贺林也是毫不犹豫地接了下去 一招过后两人皆是没什么大碍 可那弟子却突然从怀里掏出了一袋机器 二话不说就拍在了自己脸上 好厉害的拳风 仅仅是被扫到就把我打成内伤 是我败了我认输 闻言江贺林一脸猛的 一旁的苏染也是一脸错误 就这样胜负已定 那男人在他耳旁轻轻说道 多谢你那天帮我打跑了狐狸精保留了童真 我是自愿认输的谢谢你江师弟 闻言江贺林一脸错愕 自己明明穿了夜行衣 他怎么还能认出来自己 很快便轮到了第二个人 他手持一个算盘法宝 希望你能像刚才那场一样倾尽全力 不必手下留情 紧接着一招百连算珠镇便将二人笼罩起来 见状江贺林来回闪身躲避 自己终于遇到一个能把我 正当他打算与他再战三百回合之时 那弟子却突然站到了一旁 抱歉我忘记了不能带法器 刚刚也提前开始比武 为了公平我自愿认输 就这样江贺林一用识最短成功获得了准 行啊 refusal 小健谷 虞 小健谷 肯敬